接下来咱们继续 咱们在刚刚呢 把这个匹配单个字符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讲解什么东西呢 来匹配多个 所谓的这个匹配多个 它并不是一种独特的东西 它是指的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能够完成匹配多个而已 打一个比方 看这打一个比方 我接下来我想判断一速度于激情 这个地方呢有数字 数字的话是不是就是反这个地啊 那么我将来这个地方数一个一 那就是判断一位 我要说数上一个二 假如说数字进行这部电视剧呢 这个电影呢在未来呢 假如说拍到了十几部 那么我将来写一位反三个地还好使吗 那不好使呢 那你觉得我会写几位呢 那就写两位咯 哎 没问题 但是一个用户在去选电视剧的时候 或者选电影不见得他喜欢看十二啊 他有可能喜欢看一呢 为什么会崩 大家注意啊 你在这里边的规范 必须他的满足 只要他不满足是不行的 这么做了一页了吧 那么你怎么看啊 第一个反弦的地 请问是不是屁屁的这个数字了吧 我接下来还有一个反弦的地 那么请问你这里边有数字吗 没有 没有就不符合我的规范 九号别 请输入一个新的六位数密码 你输了五位 那怎么可能成功呢 你说这个道理吧 因此这就很尴尬了 我写一位的时候 你看两个的这种数字的电视剧 我写两个的时候 你又看一个 真的就是怎么做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乱吗 有没有办法来解决呢 就是一个也行 两也行 怎么办 来看这 你不能说你写上两个反弦的地用户数字一个数字 你想一个用户数量吗 怎么办呢 你写上一个反弦的地 你在他的后面来上一对大关号 在这个大关号的里边 你写上一写上度号二 好了 三二一 我回车 一位数字的没问题 来 两位数字的 是不是也没问题 两位数字的 是不是也没问题 还好这个成功了 不成功就该看了 是吧 成功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大关号里边的这个一度号二 指的是大关号前面紧挨子的这个道线 不是这一坨 是前面紧挨子的这个东西 有一个到两个 包括一也包括二 如果我要是在这个地方 动号写上了一个反 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一位两位三位都可以 懂我意思吗 好了 你看啊 我来上一个数字 激情一二三 三位出来了 我来上一个数字 激情一 没问题 来 来个两位的 大家看 是不是也没问题 三位的咱们刚刚试过 是不是也可以吧 知道大关号什么作用了吗 你给我描述一下大关号什么作用 大关号能够来限制 或者来规定 来约束你前面的这一位 可有多少个 你听到了吗 OK 那么这就是大关号的都有 那么大关号只能规定多少个 多多少个吗 能不能规定只有多少个 必须有多少个呢 打个比方 请输入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是多少个呀 对 你想的梦想 手机号码在中国就十一位了呀 你见过什么 有八位手机号码 没见过 八位号码是见过 对吧 我接下来做了一个网站 我接下来让用户去注册的时候 请输入手机号码 十一位怎么选 十一 那么将来你再去输手机号码的时候 输入手机号码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十一 这是十一了吧 来大家看 没问题吧 好了 十一位 那我再说一位 咱试试 这是十二 不对 来 对吗 我再说一位 这不用说 是不是也不对了吧 那么也就言外质疑是什么呢 如果我写上了一个十一 那么也就是说 你后边的这里边的这个数据 在判断反射个D 判断数字的时候 必须有十一位 听懂我意思吗 必须有十一位连续着的数字 如果隔开了 那就废了 什么意思呢 你看着 如果我接下来写了这个七八九零一 请问这是不是十一位数 我中间 我把这个七这个地方 我把七这个前面 我加上了大写这么 来 我再走 你们发现 是不是崩了 它不是因为十二位挂的 而是因为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关键点不是因为十二位挂的 关键点是什么 看到 写上了个反射个D 请问是不是十一位数吧 言外质疑就是十一个连续着的数字 好了 第一个 数字吧 是吗 是 一个了 两个了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接下来我取这个的时候 它不是数字 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这才满足了六个呢 还差五个呢 不好意思 你不满足我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大括号里面的数据 其实也就意味着是连续着的 隔开就不对 能理解了吧 必须是大括号前面仅写的这个 它有这个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大括号 好了 这种就它 那这种就它 而且大括号前面的东西不是指的这坨 而是指的紧接着的这个 那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如果在大括号这个东西的前面把反射个D换成了A 那意味着啥 换成了A 就是ABCD的A 那意味着啥 就是速度与激情A 大括号 一多少三 那什么意思 这个真的 速度与激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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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不是都可以吧 那么你前面是什么 必须买多少 好了 第一个 要给大家说了大括号就讲解完了 大括号都有 如果一位数 匹配必须有多少次 如果是有两个数匹配同多少次到多少次 能列为一次了 这是大括号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个东西 比方说问号 朋友们 电话号码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举个例子 我接下来想写一个证则 来匹配上海的电话号码 020是上海吧 020是上海 021是上海 sorry 真不知道 我应该写010 020我百分之百 真的谁呢 北京 020是北京 021是上海 那020是谁呢 没有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对 我是个外来人 我也不知道上海到底是什么 好了 02112345678 上海应该差不多是八部数吧 北京也是八部数 那么好了 我写一个证则 我来判断这个电话号码 是否符合我的规范 请你给我写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写 021 这是不是上海的吧 杠 多少位数啊 反向个地 多少位啊 八位 来 321 没问题吧 好了 我接下来再说了 那么这个问号 我方的这个地方 看到啊 我的意思是 当咱们再去寄一个手机号码 或者说是在真正的去按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 其实这个杠是不按的 没问题吧 我原来很小的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家第一次上的电话 我就很纠结这个杠 我是按哪一个 他能拨上这个杠 对我真的 你对一个小白来言 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小白 你并不知道那个杠怎么拨 所以说呢 有意思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电话听 我说这个杠怎么拨呀 他说这个杠不用拨 我当时心里有一万个问候这个人 你不不 你为什么不写 你写上他干啥 你不写我就知道不用不写了 他们 有的时候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问题吧 怎么拨 也就是说这个杠 他们什么意思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那就尴尬 怎么拨 三二一 走 好了 来 再来个带杠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这个杠 意味着 这个问号 意味着什么呢 问号前面的东西 可有 可无 可以没有 可以有一个 你要么有 要么有一个 要么没有 要么有一个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不允许出现多个 这就是问号 大括号指定多少个 问号 你要么有 要么没有 有也必须有一个 能听到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问号的多用 这就是问号的多用 好 咱们把这个电话号码 这个咱们得完善一下 我说一个实际的情况 你写上021 你只能判断上海的 没错吧 那么我也想判断北京的 我怎么写啊 那这个地方 反写个D 不是杠地 反这个D 反这个D 怎么写啊 加 写三味呢 不行吗 写三味 是不是就是三味了吧 但是你要注意了 像什么这种 直辖市 像天津啊 像这个什么 重庆这种的 它一般的位数比较少 但是像山东这样的 一般的就是有四味 是吧 053几 只是山东的 那么这种时候呢 很尴尬了 你写三还是写四呢 多少 对吗 意味着啥呀 刚 上海的能匹配 来 我再来个 来个几男的 几男的就是0531 OK 来 再来个青岛的 如果你去青岛旅游 不要被那个什么 什么大虾呀 还是什么东西 做吓的 没关系的 来 看一个 算吗 是不是也可以吧 三味的 四味的都可以 这就是指的是它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个特点 但是我再说的更多一点 山东 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 很多地方的手机 电话码 没有八味 我老家 七味 七味 没错 七味 我不骗你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很尴尬 怎么办 请问是不是七到八 来 你看来 这一下 来 我来个 123 我都气的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了吧 那么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就是一套规则 这个规则 这个规范 是不是就验证了 将来你输了这个手机号码 输了这个电话号码 是不是 前面这个区号 可以三味就可以四味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七味 是不是也可以八味了吧 那么至于你打进去之后 这个电话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那就另当别乱了 反正是判断规则 就是这么判断 好了 大括号 问号 那就刷完了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心花 心花和ls的那个 离开命令的心可不一样 这个心意味着 前面的东西 可以有多个 可以有没有 可以有一个 来 举个例子 我接下来 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 有一篇 就这么说吧 我有篇作文 跟中c 比方说叫 叫做什么呢 叫做stml 就是我从网上拽来 是叫stmlcontent 等于里边有什么呢 如果我想要换行 那么我一个字符串 应该怎么做最好呢 如果你的字符串里边很长 有可能出现了很多的换行 那么就是三个双引号 三个双引号之间写数据 听懂我一声吗 也就是说三个双引号 核心点是字符串 如果三个双引号 放到了类的里边去 那就是类的说明 放到了函数的下面去 函数的说明 如果我既没有类 也没有函数 我仅仅是写了个 三个双引号的字符串 那么这个东西 就真正的是一个字符串 听懂我意思了吗 核心点三个双引号 和三个双引号之间 甚至是三个单引号 和三个单引号之间 实际上这是字符串 又因为字符串 放到了函数的下面 所以说这是函数的文导说明 又因为这个三个双引号 三个东西 又放到了类的下面 这是类的说明 听懂了吗 核心点是字符串 也就是说这样的字符串 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可以换行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写上了这么一坨东西 我换个行了吧 我写个 又写了一坨 我又再换个行 再换个行 再换个行 写了这么一坨 来 123 完成了 那么ST名号 它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咱们print 咱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换了行 打印出来的 对吧 这就里边包含了 翻这个A 那么接下来 我想写个证则 我不管用户 刚刚说的这个 ST名号 这个变量里边 是什么数据 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 我都给你PP出来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咱们写个证则 前面同伴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换了谁 这部分换了谁 ST名号 content这个变量 没错吧 那么前面换了什么 应该是换成一个证则 证则匹配所有吧 匹配所有 这个所有包括什么呢 点心 这意味着什么呢 来 3 2 1 走 嗯 这啥玩意儿 咱们说过点什么意思了 点是什么意思了 点是任意一个东西吧 那么这个心是啥意思的呢 任意多个 可以没有 可以有 可以有多个 好了 这句话意思啊 信号表示 可以有零个 有一个 有N个 那么什么东西 可以有零个 有一个 有N个呢 信号前面的点 请问点又意味着什么呢 任意一个字符 没问题吧 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 你匹配什么都行 但是从结果来看 它并没有匹配到 换行之后的东西 没错吧 那么这说明了一点 是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点啊 它除了反邪港N之外 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换行 它是搞不定的 除了换行之外 都可以搞得定 那么另一位意思了吗 通过这个证则 咱们是不是就说明了 原来点 确确实实还有一点东西 是不是不能匹配的了吧 OK 那么就是它了 OK 就是它了 好了 星点 点星 表示任意一个字符 除了反向跟N之外的 任意多个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只能匹配到这了吧 其实它们是匹配不了 那么我再简单特色一下的 有个东西叫R1 有个东西叫做R1.S 这又是什么 别晕 看是什么 FDF 是这个吧 这叫反邪杠 兄弟们 再说一遍杠 你小心 这个杠是那个减号叫杠 你听懂了吗 这是谁教的 你是给哪个 是吧 同学学的 这不对 不对 改改 好吧 来看照 反斜杠 你说杠 那我一说个斜杠 我再说个竖杠 我再说个横杠 你说指的是哪个杠 你不运于等什么 好 来看照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别的咱们不说 看照 我加上个R1.S 最后相当于另外起了个参数 对吧 另外是穿了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让你的这个点 包括反接个N 那你有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在Python里边的这个点 它是匹配不到反接个N的 如果我就真的想让它反接个N也匹配到 没问题 把这个穿到里边去 R1模块里边有个S 大下来的 不是小写的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这里边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就咱们刚刚这个地方写了这个了 全匹配到 能那个意思了吗 好了 点 匹配多高 来的吗 如果 我接下来用这个正德 你这个R1.S 就是用了点的时候可以想 以后都可以崩下了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写上一个点 我来上一个字符串 里边有个A 请问A匹配了 对吧 我匹配两个字母了 也匹配了 如果我这里边啥都没有 它会不会出错呢 你们发现是不是也没挂呀 你们发现是不是 它也有个空的字符串 是不是也没挂呀 意味着什么呢 星确确实实能验证一个特点 什么 要么有 要么没有 要么有多个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呢 那么这就是星 对吧 和星经常会揉到一起 去考大家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加号 那么这个加号 注意看 咱们来一遍 一个字符的 没问题 来 两个字符的 没问题 来咱们来试一下的 是不是也没问题 但是我偏偏来那个东西 什么呢 没有的 来 大家看 是不是就挂了吧 好了 简单来区分啊 同学们 总结了 咱们在刚刚讲这个多个字符的时候 大括号里边指定前面必须是多少个 这个指定 从M到N港 包括M也包括N 问号 这啥意思了 问号 要么没有 要么有 你要么有媳妇 要么没有媳妇 反正就只能有一个 对吧 就这个道理 你媳妇是什么 没有 我媳妇是 你媳妇是叫什么信息 是这个信息 就它了 但是要在别的国家 可以有多个 你可以 可以出个国试一试 来咱们 那看这个地方 加号 什么意思了 加号 你给我解释 加号什么意思了 前面的东西 必须至少一个以上 包括一 够理解了吧 这个信息是啥意思了 前面 哎有没有 有几个都行 这个加号 前面必须有一个 少了一个都行 听懂了吧 那么这就是信号 加号 问号 好了 那么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出一个小作业 出一个小作业 来判断一下什么东西呢 写一个程序 注意听了 是写一个程序 来去做一件事情 匹配出变量名 是否有效 简而言之 你在你的程序里边 即接下来的目的是 写一个PR文件 在PR文件里边 定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呢 有这个字符刷 这个字符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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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下来写一个程序 用正序来判断判断 这个如果当作变量的话 是否符合变量的要求 这个是否符合要求 这个是否符合 听懂意思了吗 怎么做 大体会怎么做 大体有个复合循环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写上 你向着那个正序了吧 不要叛合这个正序 因为这个反射个W 反射个W 我说过了 它连中文都有 因为咱们的变量名 是不是一般 不要求中文的吧 所以说你想想 我先有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 是我接下来要验证的变量 我接下来的复合循环 去便利这个列表 如果这个正序有结果 那就是符合要求 如果不符合 如果没有反射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他就不符合要求了吧 接下来写这个程序 你大体上知道了怎么写 接下来自己写一遍 我的意思是说 通过咱们刚刚所学的这个加号 以及所学的这个反向个D 反向个 什么大中国号 这一类的东西 最终能够匹配出一个变量 是否符合 这个符合要求 合法 他们接下来写个程序 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写一下 可以参考 可以先读一读 读完之后自己写一遍 这都可以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正德是怎么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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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